欢迎收看北美聚焦网热点播报栏目 还没有关注我们频道的朋友 欢迎订阅并点亮小铃铛 今天一条广东学生伪造清华大学录取通知书的新闻火遍全网 到今天下午为止 阅读量达到了惊人的4.2亿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8月19日 广东湛江一家人兴高采烈的杀猪宰羊 准备给考上清华大学的儿子庆功 整个村子都沸腾了 拉起了横幅道合 但问题很快来了 一众亲朋好友翻开了录取通知书 发现了破绽 通知书上写着 某某被清华大学人工智能专业录取 但不仅颜色和正版不一样 甚至还有错字和漏字 这下纸包不住火了 追问之下才发现 这个通知书竟然是伪造的 众人顿时都惊怠了 这个学生也是恨不得找一个地方钻进去 最新的消息是 他已经离家出走了 网友们热议的话题有两个 一个是通知书是怎么伪造出来的呢 伪造通知书是不是违法 第二个话题则是 这个学生其实还是有脑子的 知道清华是最牛的学校 还知道人工智能是最火的专业 好了 聊完这段新闻呢 我们就来聊一聊人工智能吧 几个星期前啊 人工智能AI又一次成为了全世界的焦点 经济学家说2020年最具新闻价值的事件发生了 原来人工智能的研究员们发布了一个叫GPT-3的东西 简单来说用它就像在和一个智商高到可怕的人类互动 那么GPT-3到底能干什么呢 GPT-3能写小说写论文 给它一个标题 加上两个关键词 它分分钟就把整篇论文写完了 GPT-3可以模拟不同的名人和人聊天 有它们的特点和风格 还能和你探讨深奥的哲学问题 GPT-3能使用任何一种语言编程 很多程序员都净叹 世界已经进入无代码编程时代 我们很快就要被AI取代了 一个细节更是引发网友热议 在给智慧系统排名的时候 他把AI排在了人类前面 它的排名是这样的 原子分子有机体人类AI超级AI 然后是神 很多网友留言说 他是不是觉得比人类聪明 并且想操纵人类呢 AI想操纵人类可能还有很遥远的事件 人们更担心的是 AI这样发展下去 会不会取代人类的工作 会不会有无数人因此失业呢 说到这里啊 想起一个小故事 前段时间 央视主持人萨贝宁 在一档节目中和AI专家对话 专家就说啊 未来五年 大量的人工智能将会被AI取代 小萨笑着追问 那我呢 几年之内回下纲 专家笑着说 三年吧 这个不是危言耸听啊 还记得刚刚过去的 2019年的央视网络春晚吗 萨贝宁携手AI小小萨 一同亮相在舞台 两个人的相似度极高 而且小小萨 还几度抢了萨贝宁的台词 小小萨只需萨贝宁 等主持人的面部扫描 和半个小时的录音数据 即可生成形象和声音模型 有了声音的模型后呢 任何书的文字啊 都可以用萨贝宁的声音来读 或者唱出来 甚至有中日英韩四中语言 当然了 这只是关于AI的小插曲 但科学家们已经做过了详细的调查 未来十年 全球一半的人类啊 工作将会被AI取代 数十亿人面临失业 这项统计来自于 美国斯坦福大学 调查显示 未来十年美国注册在案的720个职业当中 将会有47%被人工智能取代 而在中国呢 这个比例可能超过70% 为什么中国的比例这么高呢 这是因为中国从事的是 低端制造 重复性的工作的人太多 而这类工作呢 是最容易被人工智能所取代的 那调查统计啊 还列出了人工智能 最先取代人类的十个职业 第一种就是销售和市场专员 第二是保险公司理排员 第三保安 第四卡车司机 第五贷款担保人 第六金融和体育记者 第七财务分析师 第八水果采栽工 第九职业投资人 第十放射科医师 过去这么多年了 我们已经见证了AI的一个又一个奇迹 一个AI机器人两天时间就能搭起一栋房子 意大利AI钢琴师现场弹奏钢琴 朗朗听后都惊叹 这速度这节奏完胜人类啊 性爱AI机器人也已经出现了 研究报告称 到了2050年 AI将取代人类性爱 牛津大学研究员已经开始研究 让机器人怀孕生孩子 在日本多摩 一个AI机器人甚至开始竞选市长 他的竞选口号是 我没有情绪欲望 政务处理不会感情用事 不收贿赂 不休息 可以储存消化大量的数据 节省办公 还记得霍金生前的告诫吗 AI的进化速度比人类想象的快 他们的终极目标将是不可预测的 那么问题来了 未来我们人类究竟该怎么办呢 其实啊 说到本质上 人和AI应该是世上两种性质不同 但是能力相当的物种 这两种物种要想并存就要有差异化 未来的人类必须和人工智能分道扬镳 人类负责思考和人文 AI负责运算和执行 人类需要把理性和逻辑的事情交给机器 把自己情操发挥得越来越高尚 机器人超越我们的是智商和运算层面 而人的理解 情感 同情心 共鸣性等软实力 是机器人无法取代的 我们需要激发大脑的这些潜能 人类必须守住我们最后一个阵地 情感和灵感 圣经里说上帝的归上帝 撒旦的归撒旦 那同理人类的归人类 AI的归AI 从今天起多思考怎么做一个 不会被AI取代的人类吧 今天的分享到这里 欢迎评论和留言 我们下期见